各位企业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阿法狗之间的一盘自我对局 在2017年5月份 乌镇为期峰会结束之后 阿法狗正式宣布隐退 临别之时 阿法狗之父哈萨比斯宣布 在随后的5天时间内 将相继公开阿法狗海量自我对局当中的 50局慢起 作为献给全世界 为其爱好者的一份礼物 本局是其中的第44局 对异的版本是阿法狗的 MAS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进入7局 黑棋采用新小木开局 白棋同样新小木 之后黑棋挂 白棋拖黑棋搬 简明的一个脱退定式 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了挂角 这是追求效率的一个下法 而白棋则针锋相对 马上二键高架 对此黑棋也毫不退让 反加过来 白棋压出 黑棋搬 白棋长 黑棋长 这一连串的招法 充满了我们人类为棋的味道 但是接下来 阿法狗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下一手棋 白棋双柱 黑棋直接在此靠了上去 白棋搬 黑棋退 接下来 白棋立下 追究黑棋的断点 这个地方 白棋如果简明的粘住 那么黑棋的虎补 是局面的好手 走完之后 脚步的跳进三三和边上二路飞 剑合 白棋三克子 反而略显凝重 因此实战当中 白棋立下 黑棋也没有马上去补断 下一手棋 强硬的再次扳住了白棋的软头 白棋长出 黑棋挤 试探硬手 对此 在我们人类棋手的对局当中 粘在三三 是最常见的应对方法 而本局当中 阿法狗却选择了 虎在二线的下法 那显然这手棋 对于外围这个断点的保护 要更强一些 下一手棋 黑棋继续压 白棋长出 接下来 黑棋选择了飞进角 加强这两颗死 减缓 断点 对于黑棋的威胁 而白棋接下来 选择了跳风的一个下法 这手棋 暗藏玄机 赵春雨九段 对这盘棋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此时 黑棋如果靠逃出 则正中白棋下坏 白棋可以再次扳完之后 直接再次冲出 这样一来 双方出头之后 白棋再次断 就变得非常严厉 黑棋打的时候 白棋先打 是好次序 黑棋粘 白棋顺势粘住 接下来黑棋不断 白棋跳出 黑棋再跳 白棋飞 这样我们看到 上方的这块 黑棋没有活 中央这块黑棋 也没有完全安定 这个图 黑棋苦战 因此实战当中 黑棋并没有马上 去逃出这块棋 下一手棋 黑棋先再次不断 这也是好手 接下来这一代 黑棋描着随时 出动的反击手段 对此白棋补了一手 而黑棋跳完之后 下方这手尖 也成为了好点 现在黑棋反隔一击 对白棋的四颗子 发动进攻 白棋接下来 现在脚步飞 黑棋挡住 下一手棋 是让我们 大吃一惊的一手 此时白棋 并没有直接去处理 这五颗子 而是突然之间 在此靠了一手 这手棋显然意在 试探黑棋应手 如果黑棋 再次尝出 赵春玉九段认为 此时白棋 可以考虑弃子 因为这一代 白棋多了一个 断的建用 那么白棋此时 可以再次点 黑棋 如果挡白棋搬 黑棋搬住 白棋粘 接下来黑棋粘的时候 白棋拆三 这样一来 这几颗子 依然留有余味 因为左边这一代有断 中央也有断 白棋已经吃住 这四颗子 这个结果 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那么实战当中 黑棋不满足于 简明的走这个 而是非常强硬的 扳了上去 意图让白棋的 这手棋 掀损 而白棋接下来 直接在此靠出 继续试探黑棋的应手 下一手棋 黑棋并没有在下方 直接应 而是突然跑到上方 靠了一下 那么这手棋 莫名其妙的拖心 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赵春玉九段 对此进行了 非常深入的研究 最终 他推测出一种可能 这手棋 应该是在 试探 白棋的应手 那么下方 如果黑棋直接搬住 白棋在这一带 有在二路点的手段 黑棋 如果穿向眼 那么白棋 冲一下之后 大飞 可以简明的 把这些子弃掉 这样 白棋将下方 黑棋的潜力破掉 左上吃住黑棋 而黑棋 而黑棋则吃住了 左下这块白棋 这个结果 还是双方 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那么 如果黑棋 在此用强 白棋 则可以在此切断 黑棋 现在打吃 白棋吃 黑棋提 白棋粘住 接下来 黑棋扳住的时候 白棋打 黑棋 强硬的挡住必然 白棋 先打吃一下 之后 再次挤完 然后再提吃这颗子 下一手棋 黑棋不断 白棋粘 黑棋冲出 白棋压一下之后 顺势冲出 这样的结果 我们看到 白棋再次逃出 而左上一带的黑棋 也被白棋吃住 不过 黑棋在下方一带 也变后 双方将形成乱战的局面 但是白棋 这块棋得到处理 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但是如果 这个地方 黑棋早先 能够有一颗子 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此时 黑棋有强行加住的手段 白棋冲 黑棋挡住 白棋再断 看似严厉 但黑棋打吃先手 打一下之后 把这一带的先手走掉 然后再回到 左边 补助断点 如此一来 这条白棋的大龙 将非常的危险 所以 这就是黑棋这手棋 靠在此处 可能的一个意图 他希望通过 这一带的作战 能够使得这个地方 黑棋增加一些子力 以其对下方的白棋大龙 发动强攻 但是 在实战当中 黑棋再次靠出的时候 白棋下出了非常精妙的手段 下一手棋 白棋 先再次搬 黑棋 断吃 白棋 再从下放弹 这样我们看到 白棋的这块棋 已经得到了加强 下一手棋 黑棋 长出 也是必然 既然白棋已经逃出 黑棋无论如何 不能再背 白棋把左上吃住 而接下来 白棋 清零的再死一跳 这个地方 黑棋 气紧的弱点 始终 是威胁着黑棋 下一手棋 黑棋打出 白棋顺势一场 黑棋在压出的时候 白棋的粘 又是好手 如果此时 黑棋粘住 局部变成淤形 黑棋效率明显不高 而且依然存在气茧的问题 白棋 飞震 或者再次减明压出 这个打吃 黑棋受不了 而双方这个跳 也同样的 对左边的 黑棋压力极大 所以这个图 黑棋不满 那么如果黑棋 此时直接逃出 左上这块棋怎么样呢 白棋此时有单班的好手 他不打这一下 黑棋反而异常的难过 这个双脚吃 黑棋要防 而又不能沾 否则被打吃 黑棋被封 同样不满 而如果黑棋再次弯出 白棋继续挖 紧盯着这个双脚吃的毛病 如果黑棋再长出 白棋一挖 左上的黑棋就被分断 这样的结果 黑棋也是苦战 所以这一弹 实际上黑棋 已经没有特别好的应手 因此在白棋专注的时候 黑棋选择了点方反击 一面威胁白棋的断点 一面希望在这一代 能够增加眼位 最好就地做后 下一手棋 白棋肩 继续出头 同时封锁黑棋 而且这一代 以后依然有断 等等的手段 接下来 黑棋立 白棋补助断点 下一手棋 黑棋在下方扳 这一代的战斗 黑棋并没有占到便宜 所以接下来 黑棋必须要对白棋 发动冲击 接下来 白棋打吃先手 黑棋粘住 然后 白棋再打 黑棋提吃 白棋下一手 再次长出 黑棋飞出 接下来 白棋在这个地方 下手了非常有趣的下法 他再次故意卖了一个破绽 引诱黑棋 上当 阿法国队自己下棋手来 也是非常的狠 局部而言 白棋如果要护住这个断点 虎在此处 是最容易想到的下法 但是这手棋 对左边黑棋的威胁 并不够 黑棋可以在下方 尖或者飞 抢控 这一代我们看到 由于黑棋 随时有搬出的可能 这三颗白棋比较薄 左边这个段 对黑棋的威胁并不大 而实战当中 白棋选择了另外一种下法 他是直接 尝出了这三颗子 看似这个地方的联络 出现了一丝缝隙 黑棋也马上 再次尖了出来 白棋顺势粘住 黑棋再冲的时候 白棋再次一飞 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换 我们看到 这一代呢 白棋率先 抢到了 在下方动手的机会 当然 有棋友会有疑问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黑棋不去尖这个 比如说直接在下方抢控会怎样呢 那么白棋这个切断就比较厉害 这手棋对于黑棋的封锁程度 是比较严厉的 黑棋如果打 白棋打吃 黑棋沾 白棋也沾住 这样我们看到这块棋 局部没有活 非常危险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的尖出也有必然性 白棋沾住 黑棋冲出 白棋飞牙 接下来黑棋三路爬 白棋回到上方 要求黑棋捕获 黑棋二路搬 白棋挡住 下一手棋 黑棋冲一下之后 再次挤 这是先手 白棋补住断点 接下来 黑棋胡 补棋 白棋在上方定型之后 下一手棋 再次冲了之后 点放 白棋一面破坏黑棋的眼位 同时也在加强 自己这块棋 在下方一带的根距离 黑棋弯出 强行阻止白棋作业 白棋先冲 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爬回 黑棋不断 白棋接下来再跳 这手棋一箭双雕 既威胁下方黑棋大龙 同时又紧盯着 中央黑棋的出路 随时准备从左边断 对黑棋发动反击 下一手棋 黑棋该如何度过危机呢 现在黑棋如果只是单纯的退让 那么白棋顺势再次一跳 这样一来 白棋的棋形非常完整 而黑棋依然要受制于这个断点 这个结果 白棋取得优势 实战当中 黑棋在这一代 准备开始对白棋发动反击 就局部而言 黑棋有再次挖的手段 白棋如果挡住 黑棋打吃 白棋可以先断一下 然后再次挡住 双方再次形成结症 接下来 黑棋断 白棋提结 但是 黑棋如果直接再次开结的话 担心的是这个刺 刺不到 此时白棋会把这个结直接消掉 黑棋再去断的时候 白棋再次一挡 由于下方这块黑棋没有活 那么当黑棋提吃这颗子的时候 白棋一沾 这个局部是活棋 你点在此处 白棋可以在一路间 左右各有一只眼 这样的结果我们看到 黑棋忙活半天 只是吃住了几颗蚕子 而下方白棋做活 外围白棋连提两朵花 同时这颗断 开结的子变成了废子 小木也受到了威胁 这个结果 白棋子都走在了外面 黑棋是不满意的 所以施展当中 黑棋在挖之前 非常细腻的掀在脚步 冲了一下 破坏掉白棋在边上的眼位 以增加刺这枚结材的严厉程度 下一手棋 白棋双注 黑棋再挖 以下按照预定计划 双方开始了结证 黑棋断 白棋提解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刺 白棋打吃 黑棋提回的时候 白棋粘住 接下来 黑棋的打吃 也是必然的一手 因为这个地方 无论如何 不能被白棋挤在此处 左边黑棋 由于无法联络 一旦被挤 这块黑棋将非常危险 双方以下形成转换 白棋提吃 黑棋也提 白棋粘住 此处依然留有 打结的可能 接下来 黑棋贴棋 反击白棋的同时 最大限度的 扩张自己的优下 这个局部的战斗结束 白棋 已经取得了优势 因为我们从后面的招法当中 就可以鲜明的感受到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搬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强硬的连搬 黑棋断打 白棋粘住 然后黑棋再次一吞 此时 白棋面临选择 以我们人类的思维 一般认为 这颗白子 不能被争吃 所以白棋长出这手棋 看似是必然的一手 这样黑棋也长 接下来 白棋再考 这是赵春雨 九段的一个研究 他认为这样也是 白棋优势的局面 黑棋右下这一旦 无法 净吃住白棋 这个地方总有棋的 但是实战当中 阿法狗的下方 让我们鲜明感受到了 它的优势意识 下一手棋 白棋 并没有 去逃出这颗死 而是直接 从左边挡下 这手棋 当然本身价值极大 挡完之后 一来左下的黑棋没有活 随时白棋 脚上二一路一搬 这块黑棋死掉了 同时 这手棋也对于上方的黑棋 有一定的威胁 黑棋失去了联络的可能 但是 此时形势所迫 黑棋已经顾不上这个地方 实战当中 黑棋把这颗子 直接正式掉 这样右边一带 黑棋的潜力增加 而白棋依然不慌不忙 继续威胁着上方黑棋的死活 黑棋再次团住 这个局部 白棋打 黑棋有作截的手段 这块黑棋 也没有活镜 下方的黑棋也没活 但是 白棋竟然哪一块棋 也没有去杀 下一手棋 白棋 见风一转 回到了中央 这手棋一走 同时又威胁 这一带棋截杀整块黑棋 或者从这一带 断吃黑棋尾巴的可能 那么下一手棋 黑棋开始作火 而白棋 直接靠入了三三 黑棋 补棋 也是无奈的一手 这一带 白棋的先手借用极多 黑棋如果强行去扳 那么白棋扭断 这个地方 还是要出棋 实战当中 黑棋补棋一招径 而白棋 简明的扳一下之后 再次一飞 右边这个地方 已经出棋 下一手棋 黑棋 再次作火 那此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白棋在这一带 后发制人风格的厉害地方 他不杀黑棋 让黑棋 花两手作火 而白棋得到先手之后 下一手棋 抢到了 右上的挂脚 这是极大的一个大场 与中央的外势配合 上方一带 白棋 陡然膨胀 陡然膨胀起来 接下来 黑棋 在二路点 威胁白棋 白棋压 黑棋 提 白棋 补助自身 其警 下一手棋 黑棋搬出 威胁白棋做火 白棋就冷静挡下 黑棋再搬的时候 白棋也不再纠缠 直接断吃这颗子 黑棋打 白棋提 这块白棋 已经活棋 下一手棋 黑棋 小鬼把门 最大限度的 守住右上的实力 而白棋就简明挡住 黑棋肩出 白棋非为恐 接下来 黑棋贴的时候 白棋又厚实的补了一手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白棋的优势意识 接下来 黑棋沾回这三颗子 瞄着破坏 白棋中央的潜力 以及白棋这一代的 联络的缺陷 而白棋牵手提下之后 下一手棋 厚实的一剑 黑棋 补助右边断点 现在黑棋 唯一能够与白棋抗衡的 就是必须把右边这块空 全部护住 而接下来 白棋立下收关 黑棋飞 白棋提 双方在中央一带 进行了最后一战 黑棋此时 也发动了强硬的反托 下一手棋 黑棋粘住 白棋破眼的时候 撞进气 黑棋提结 白棋急找结 黑棋补助 白棋提回 接下来 黑棋的这部跨 是黑棋局部最强硬的反击手段 白棋冲出必然 黑棋断 下一手棋 白棋在此打 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这个地方白棋很想从上方去打 但是如此一来 黑棋打吃 白棋不能沾 否则黑棋将五颗齐心吃通 那么白棋走在这 黑棋提结的时候 白棋挖是结材 黑棋打吃 白棋提回 黑棋在这个局部 有一枚非常隐蔽的结材 此时 黑棋可以冲在此处 现在白棋如果将这个结消掉 那么黑棋一沾 吃住下方四颗子 本身输货巨大 而由于气劲 白棋无法沾在此处消解 那么白棋走别的 黑棋再提回 这个地方结争继续 但是白棋下方先损了 这个结果 白棋当然是不行 所以 实战当中 有际于此 白棋选择了再次打吃 黑棋翻打 白棋挡住 黑棋提吃 接下来 白棋联络 黑棋提结 白棋断找结 黑棋打 白棋提回 黑棋扑一个 也是本身的一枚结材 白棋提的时候 黑棋直接切断 这也是黑棋局部 最强的应对 现在由于形势所迫 黑棋已经不能退让 如果黑棋此时提结 想要逃回的话 白棋提 黑棋沾 白棋提掉 这样一来 我们看到整个下方这一代的结征 黑棋几乎没有收获 只是将自身连回 而白棋在这一代 收获颇丰 接下来 白棋将继续安全运转 这盘棋 黑棋 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再次要求强硬的 切断掉白棋 纠缠住中央的白棋 四级寻找机会 破掉上方白棋的空 此时的局面 尽管白棋优势 但领先的并不多 对阿发狗来讲 半目的优势 它也可以安然的运转到最后 所以 白棋也没有退让的余力 下一手棋 白棋提解 黑棋打吃 白棋此时消结 是正确下法 如果现在白棋将这个粘住 那么黑棋再回到下方提解 接下来白棋提 黑棋粘住 白棋再提 跟刚才相比 相当于这个地方 黑棋打 跟白棋的粘 交换了一手棋 黑棋无意便宜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一尝 白棋靠住 这一代黑棋的墓鼠又有收获 以下双方进入关子的一个争夺 黑棋把先手走掉 接下来这个弯先手 白棋走 黑棋冲完之后 再脚步一贴 这样 赵春雨九段的判断是形势非常非常细微 黑棋在这一代追上了很多 这个结果呢 白棋不满 所以 在实战当中 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就直接把劫消掉 提吃了下方的黑子 黑棋提 白棋挖先手 黑棋挡住 然后再剪 以下 黑棋开始冲击白棋这一代的保卫 而白棋由于在中央一代已经有收获 接下来继续安全运转 白棋的虎是定型好手 下一手棋 黑棋长的时候 白棋在一起 这是与虎相关联的精彩手段 黑棋断吃必然 白棋顺势一瞻 下一手棋 黑棋打先手 白棋粘住 黑棋刺 白棋粘 白棋随时威胁在这一代 挖断 四颗黑子的可能 黑棋回到右上一路班 这手棋看似是先手 但实战当中 却遭到了白棋的拖鞋 下一手棋 白棋再次一尝 刚才看似被断死的这颗死 重新焕发了活力 黑棋只好粘住 白棋打吃 双方再次 再次形成了结症 但这个结 显然 白棋要更轻 白棋的意图并非要吃掉黑棋 而是要先手在这个立方 把黑棋打回去 在中央进行 下一手棋 黑棋找结 白棋粘住 黑棋提 白棋挡下是结材 这一代 由于下方白棋一路挡是先手 随时可以点在此处 利用倒扑 破掉边上眼之后 强杀黑棋 黑棋冲先手 白棋挡 然后黑棋 扩大眼位作后 这个时候 白棋是不能随便去挖断的 因为黑棋打吃完之后 上方打吃先手 打先手 接下来有在这一代 做结的手段 这个白棋当然也要防御 所以白棋也不去触这个眉头 下一手棋 白棋继续提解 黑棋断 白棋打吃 黑棋提回 白棋 再回到上方挡住 黑棋粘 白棋提解 现在由于结材关系 黑棋只好回补 因为这个结 黑棋实在是太重 下一手棋 白棋打吃先手 然后再收棋 黑棋提掉 白棋挡先手 黑棋冲 接下来补住段的时候 白棋点 要求黑棋再次定型做活 不去补上方的段 而是强行搜刮黑棋 白棋的棺子下得非常的强硬 黑棋挡住 白棋长先手 接下来再次一团 黑棋只好挤了做活 这样 这四颗子已经有一半被白棋含在了嘴巴里 下一手棋 白棋再回到上方不断 双方在这一带围绕这个一路的先手搬毡 斗争了几十手 最终白棋还是确保了优势 下一手棋 黑棋抢到右下最大的关子 白棋冲斥四颗子 接下来黑棋搬 白棋扑完之后 再次退 后面的关子 白棋 小有退让 但是 已经无关最终的胜负 一旦被阿法狗确立了优势 再想翻盘 是非常困难的 双方又下了几手棋之后 行至第258手 黑棋认输 回顾本局 双方从布局一时 就形成了混乱的战斗 随后一直蔓延到了全局 感觉上 白4042成功反击之后 一直控制着局面 而在后来 黑棋顽强追赶过程当中 白棋的下法也非常的精彩 这两块棋能杀而不杀 让黑棋后手捕获 白棋在中央一带迅速定型 最后关子阶段 围绕上方这个一路斑斩 以及中央的这个结征 也非常非常的精妙 整体来看 阿法狗马斯的版本的下法 尽管有很多精妙之招 但是也充满了人情味 因为他的这些布局 以及定势 往往都是从我们人类的布局 与定势当中演化而来 并非像后来 自我学习的这些人工智能 天外非先的一些招法 让我们无从理解 所以 阿法狗马斯的这个对局 还是非常的精彩 明月后面也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